一条细犬还有一条马犬都是这个大哥的 这大哥怎么着都不想养了 看这马犬吓得一直躲躲闪闪的 吓坏了吓坏了这条马犬 也不知道是为什么所有的狗见到狗贩子 所有的狗走到狗路车这里都会特别的害怕 特别的紧张 特别是见到狗贩子以后 然后尾巴夹的特别紧 刚才这条马犬真的被吓坏了 这狗贩子跟他的主人一起抓住他的皮毛 狗肉笼子里了 两条狗 两条狗 90斤 马犬会比较重一些 50来斤 然后细犬 细犬会比较便宜 给这个大哥的价格是13块钱13块钱一斤 这一片全部都是这种狗肉车啊 而且呢无时无刻的都在交椅 一千来块钱 一千来块钱出头 两条青年犬 吓坏了 看这马犬 尾巴夹的特别紧 刚才旁边有个大哥说给他个西瓜 估计他都能夹烂 说的是一句玩笑话 但是可以看出来这狗有多么的紧张和恐惧 这个细犬看着有点串啊 好像是跟马犬串的 有点马犬的演出 哎呀这里小狗 老大爷专门收小狗的 大狗他也收不动 刚才听这个老大爷说了一句啊 大家知道这些小狗有多少钱吗 就是这一笼子 这一笼子这几条小狗 三百来块钱 总共就三百来块钱 这种小狗在狗身上卖的特别便宜啊 不到十块钱一斤 上面还有一条德木 这条德木看着年龄比较大了 看着得有六七年了吧 看一下刚才的这辆狗车 刚才就是那条马犬 还有那条细犬 卖上狗车的这辆狗车 看下边 全部都是一些皮毛 这边里边还装着几条小狗 这狗车扎堆了 而且每辆车都装的特别满 就在狗肉笼子里 大家看一层一层的叠着 有时候感觉狗肉车根本就装不进去 也不知道从哪里来的这么多狗啊 看一下这边宠物市场上的这些人 真的是人挤人的 满满的 除了买狗的就是卖狗的 现在也差不多已经散极了 咱们也到这里吧 下个视频再见吧